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大年初一早早的第一節 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 身體健康、平安大吉、萬事如意、龍馬精神 今天年初一我們的節目都會照常運作 至於明天年初二晚上十點鐘 直播都會如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說回這一節 在昨天大陸的廣電總局發表了一份通稿 說要禁播BBC的世界新聞台 來到今早早 香港電台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他們都會跟隨這個決定 接著我們又會去看看 有一家黃店健身室 為了拒絕使用安心出行 索性在年初七那天宣佈結業 在說下去之前 各位益友記得要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 大陸廣電總局的通告 究竟是怎麼寫的 他們說 經過調查之後 BBC的世界新聞台 涉華報導有關內容 是嚴重違反了當局的規定 違反了新聞應當真實公正的要求 損害中國國家利益 破壞中國民族團結 不符合境外頻道 在中國境內的落地條件 國家廣電總局 不允許BBC世界新聞台 繼續在中國境內落地 對於新一年度的落地申請 不予受理 好了 香港電台發言人說 根據國家廣電總局的決定 香港電台從今晚十一點開始 就不再轉播BBC的世界新聞台 和BBC時事一週這個節目 即是香港電台都跟 到底這個是展示出一國兩制 還是一國大於兩制 大陸廣電總局不讓BBC繼續落地廣播 問題就是其實影響有多大呢 當然 這個措施本身是一個對等反制 因為英國方面不讓央視核下的CGTN頻道 即是有大外宣電視台之稱那個 就說不讓他播 因為違反了英國方面的法例 現在大陸不讓BBC世界新聞台落地廣播 就是所謂的對等反制 因為人家不讓你播 你又不讓人播 現在大陸還未說要驅逐BBC的記者 純粹說不讓這個台繼續播 好了 這個台來講究竟影響力有多大呢 原來在中國大陸 一般民眾根本上就沒有辦法收睇到 這個BBC的世界新聞台 只有部分的高級酒店 和外國人住的地方 才准許透過衛星轉播 即是說十幾億人口 接近九成九的人都看不到 純粹是小撮人才能看到 跟CGTN很不同 因為CGTN不只是給英國華人看 不是給華僑看 而是英國全國的人都看到 所以反制措施就是對等的 但是反制措施所帶來的影響 就不是對等的 接下來我們又再看看 現在互相關閉對方的一些電視台的頻道 參照中美媒體戰的軌跡 其實這個很可能就是第一步 之後繼續會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如說去到最盡的時候 就是驅逐對方的記者離開境內 環球時報的一篇報導曾經說過 如果BBC依然在新疆、疫情、香港等議題上 繼續造謠抹黑中國 中國就不排除會採取更加徹底的制裁 比如說驅逐BBC在中國大陸的記者 現在不讓他落地只是反制行動之一 但不是唯一或者最後的行動 所以可能搞到最後就是會演變成為互相驅逐記者 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英國當局就發現到 有三名中國間諜裝扮成為記者 進駐在英國境內 後來發現之後就將他們驅逐離境 大陸對於這件事就沒有說有很大的反應 但我相信肯定就不服氣了 搞到最後 會不會真的報這個中美媒體戰的後塵 現在看起來就不是說沒有機會了 因為搞到僵的時候什麼都有機會發生 現在停播了BBC的世界新聞台 當然也是標誌著中英關係進一步惡化 所以現在就會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大陸不太看英國台戲了 反而來說他們就是很想馬實那隻拜登 就想跟拜登建立一個行常開放的溝通渠道 這個就完全是推翻了特朗普總統時期 中美之間的聯繫 你一開放這個溝通渠道的時候 就即是返回到奧巴馬那個年代 到時候中美關係肯定會有所緩和 甚至連拜登自己也說 要找一些議題出來 兩國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 是可以合作得到的 比如說氣候變化 總之他那個大方向都是要求同存異 所以為什麼大陸可以不看英國台戲 他為什麼有這個空間呢 我相信就是跟中美關係緩和有關 因為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BBC的廣播方針都是這樣做的 又不見大陸有聲出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講講另一宗消息 特區政府宣布 年初七開始可以有條件放寬限聚措施 包括重開晚市堂食 美容院健身室 但強制顧客要掃安心出行的QR Code 二維碼 或者手動登記個人資料 有一家黃店健身室 即是被控暴動罪的 父湯道火兩夫妻所開的 位於上環的 他們就決定了 在年初七那天就倒閉 他們就說 出賣客人個人資料 就觸碰到他們的底線 所以就不能夠接受 當然這件事 就受到了很多網民的 稱許和讚好 我覺得都是尊重他們的決定 因為他們有這個堅持 他們不肯屈服 但是昨天在網絡上面 在Facebook和網絡討論區上面 就出現了一股怪風 那些怪風是吹什麼出來呢 就是說其他黃店煩親莊安心出行的 就是叫做endorse政權去做這些措施 就是幫政權背書 實際我的看法就是這些人很幼稚 當然有些黃店決定不屈服 你可以是贊重他 你可以是包掌他 問題就是 如果有大部分的黃店 他們都要繼續營運生意下去的時候 你又不可能責怪他 不可能這麼苛刻 我不知道那些人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麼偏激 這麼離譜 老實說 一家黃店 他最重要是可以謀求自己的生意 是能夠繼續運作下去 又或者是 起碼養得到那些伙計 交得起租金 不要說賺大錢 過去一年這麼慘淡 至少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 如果連自己都養不行 還說鬼講馬嗎 我覺得 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 其實做人都應該要寬容些 要體諒別人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 因為他不安裝這件事的時候 他根本上已經是開不回來的 所以他被迫要安裝 不代表他支持這個安心出行的措施 可能他心底裏面都在相差 但是沒有辦法 他要運作就要安裝 這個是非戰之罪 那些人不能夠誠意過高 就是把道德標準定到 朱木朗馬峰那麼高 一定沒有人可以達標 甚至乎 定這個標準出來的網民 他自己都不達標 對不對 現在那些人可以規避得到 純粹就是因為那條紅線都沒有殺到他身 所以那些人可以站在道德珠峰指天篤地 走去嘲弄其他人 老實說 有很多做食店的老闆 等了很久再開個晚時 陰光 現在都說要去年初七 大家都知道過年這幾天 本應就是黃金時間 他都已經損失了 去到初六都沒有晚事 如果人家等到初七那天想開 他被迫裝也要裝 又或者健身室 那些美容院 人家已經是狗漢逢金路 他不裝就倒閉了 你不顧著老闆 你不顧著員工 有些人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這麼苛刻 現在有些人就說 我不裝可以很多手機 或者我用手動個人登記 這是你作為顧客的一個決定 如果他不裝的時候 他又去打開門口做生意 罰就罰老闆 不是罰食客 有時候也要替人家上一上 有一個換位思考 每次是自己站在道德諸峰 就說到人家已經投靠政權 又說承受政權 人家叫自己做黃店 他的心也不想搞這件事 不過叫到就被迫這樣做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思維是可以盲失得這麼厲害 現在那條紅線殺到店主 老闆身上 他就被迫妥協 當那條紅線殺到全港市民身上 比如說你上車之前 乘火車地鐵巴士 他規定你一定要掃這個 安心出行才讓你上車 那又是要被迫 你也要妥協 很簡單 現在還沒走到這一步 我不是說支持安心出行 有些人不要搞錯 我一定要澄清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很玻璃心 或者理解能力很低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有些人如果他現在走出來 指責那些黃店的老闆 說他擺這個安心出行出來 叫人家掃碼 那當有朝一天 如果乘火車地鐵巴士都要掃碼的時候 這些人去指責別人的人 他是不是選擇走路 當然啦 這些人都還可以爭辯的 就說我有私家車的 如果第二條紅線又再移 總之殺到這些人身上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保證得到自己永遠不會妥協 如果是的 我沒什麼好說 如果不是的 到最終你也是妥協的 那你去指責別人做什麼 其實我認為這種人心底裡 都是虛脅和懦弱的 由於他不夠膽 指責推行這些措施的人 所以他就變成指責那些黃店 因為指責黃店 黃店是沒有公權力的 任罵也可以 罵完之後 又不需要負擔任何後果 整件事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看法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